一般淹水 比較不會造成房屋結構的損毀 通常現在你看到的通常都是那個 因為它水量很大 把那個房屋的地基掏空 或是說它吐石流 把那個門窗給沖壞掉 因為我們台灣這邊 就從921大地震之後 我們政府就跟我們一些技師工會 土木技師工會 建築師工會 結構技師工會 我們都有簽一些合作的一項書 等到有什麼災難的時候 他就會叫我們技師就去訓長 去幫他灘災 像大陸的這些地方 他們一般老百姓的話 這個就比較麻煩 他們大陸的監禮就是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要請專業來幫他看一下 像那個島一般 在我們台灣就是島一般 那個就是圍樓了 就是立體開始重建 台灣是給20萬的補助費 用炸壓炸的話是動作比較快 但是如果技術不成熟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那個 安裝炸壓人工人的死亡或受傷 另外就是他炸的時候 會那個震動力會很大 可能會造成臨房的一些損害